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两头蛇 孙叔敖是我国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 他小的时候就是个聪明善良的孩子 有一天 他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一条两头蛇 又惊慌又害怕 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勇敢地杀死了蛇 回到家 他对母亲说 听人家说 看见了两头蛇的人是活不久的 今天我就看见了一条 我想 我一定快要死了 说完 孙叔敖哭了 母亲却笑着摇摇头 接着问 那条两头蛇现在在什么地方 孙叔敖回答说 我怕别人看见他 在害别人 已经把他打死 埋在土里了 母亲笑得更开心了 说 孩子 你做得对 你做了这样的好事 谁都会爱护你 不会让你死掉的 孙叔敖听了母亲的话 抹着眼泪点了点头 从此以后 别人再说其孙叔敖 都说他不仅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小孩 更是一个勇敢的小孩 面对危难时 我们不光要想到自己 更要想到别人